与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 我还没有感受到复活的气息 那种的喜悦在我们中间 或许因为过去几天我们悲伤不足 所以今天欢乐不起来 如果你至亲的人死掉的话 你会非常难过 而后来你发觉他活着在你中间 你怎么会不兴奋呢 我们整个气氛还感受不到 那份喜悦之前 我们一起站立 跟旁边的说主复活了 跟他说主复活了 我们过去两天 三天我们用了蛮多的时间精力 放在受难节前夕的崇拜会 放在星期五的进食末祷会 我们用了非常多的精力 让弟兄姐妹在那里能够去清静神 你没有参加 我只能说你非常可惜 我在教会幕会这么多年 几十年我在教会跑动 我看不到有几间教会 像我们这么认真的在安排 受难节的节目 让弟兄姐妹如此严肃的去清静神 你今天 今年你没有出席 那明年你活着的话 请你出席 好不好 上帝祝福你 你不参加是一种人生的遗憾 如此机会 教会如此的花这么多的精力 安排这么好的节目 你简然没有来 太感谢了 我每一年受难节都深受感触 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一样得到感动 好 今天我们谈复活 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最独特的内涵 是具有历史性的 它不是精神性的 有人说耶稣复活只是门徒的虚构 那只是一种精神性的 刺激门徒能够认真来跟从耶稣 把一个死去的人的精神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们可以说 李光耀先生的精神与新加坡人同在 可是我们不能说李光耀先生这一个伟人 和新加坡人同在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复活 相反的 我们今天可以说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与我们同行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活 他离开了坟墓 他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是历史性的复活 然而耶稣基督的复活 又跟拉撒路的复活 或者另一个少年人的复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拉撒路的复活只是身体上的复活 然后有一天他又死了 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身体复活 又有一种非常特殊的 就是他身体转化 产生 圣经就说 它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因为那肉体是会朽坏的 会朽坏的不能承受 那永恒不能朽坏的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从朽坏 变成不朽坏 而能够进入永恒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转化了 按照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 因此我们感谢上帝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更重要的 我们要说耶稣基督的复活 对我们人生带来怎么样的感变 对个人 对历史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它不是有或者没有的多一个事件 或者信不信有你的一种的神奇 这是神迹的时候 然后信不信有你 刘迁不是这样 今天要讲的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一个历史性的复活 是一个真实的 他在我的人生里头 到底带来怎么样的 细极性的感变 第一 我们要谈 所谓的死亡代表着苦难 因为死亡令人伤痛 它是一种苦难来的 但我要面对死亡 心中有无限的恐惧 因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复活却代表着荣耀 先死亡后复活 或者说复活之前必有死亡 这样去看人生的话 我的人生要走向荣耀之前 必先经过死亡 因此人生有苦难乃是正常 因为它是需要经过苦难 走向荣耀 经过短暂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 因此死亡是必经之路 是我们人生不可免除的 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是我们必须学习去面对和接受 圣经对死亡和复活有参重的意义 首先我们看 耶稣基督的死 今天落在我的身上 我必须去回应祂的死 就是我要与基督同死 这样一来 我才能与基督同活 基督的死 不是为自己的死 因为祂是无罪的 罪的公家乃是死 祂是为着我们的罪而死 Dive for sin 祂死是为罪而死 为谁的罪 不是祂的罪 因为祂是无罪的 是为着我们的罪 祂为着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而今天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落成跟我生命有关联呢 对我人生能够带来改变呢 就是让我以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的死同死 这样一来 我才有可能 以基督同复活胜过死亡 并且向罪化胜 正如罗马书第六章 第五第六节所说的 我们一起念 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祂同兵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我把耶稣基督的死 属灵化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愿意将我的罪交给了祂 我愿意把我的暖弱 完全交付于祂 和祂同兵 这样一来 借着祂的死 使我应该死的死 落在祂的身上 祂第三天的复活 也让祂的复活 成了我的复活 我的生命就全然不一样 祂的转变 也成了我的转变 这就是圣经里头 给我们看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另一方面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佛教认为 人生如苦海 生老病死 都是苦 生是苦 死是苦 病是苦 老是苦 这一些的苦 是我们人生的经历 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说法 你不能否定 佛教所说的 这一些真实的事情 是我们人生 不可免除 必须经过的经验 而他这么说的时候 因为他是从人生本身 去看人生 所以他就发现 人生充满着苦难 既然有苦难 那我就必须 怎么样去超越这个苦难 去解决这个苦难 他就用了一种逃避 或者解脱苦难的方法 你无论是看破红尘 你不要自作 你要放下 你不要增加你的欲望 你要减少 你要放下 你要减少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一直的放下 你就会减少痛苦 这样一来 你就会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他需要你去悟 所以佛是一种悟的观念 让你去悟到 当你明白了 问题你放得下吗 我知道应该放下 就是放不下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想要去逃避 或者想要去解脱 想要去放下的时候 它只是一种理论 它在我们生命里头 不是现实 我们很难放得下 所以基督的信仰 在这个地方就提出了 耶稣基督看苦难 是人生的一部分 也是必经之路 因为在复活之前 必须有死亡 在苦难之后 必然有光彩和荣耀 因此你必须去面对苦难 而不是逃避苦难 是走向苦难 是面对苦难 最终以复活去胜过苦难 这是基督教的信仰 你看这一段的圣经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中 门徒就吸取 跟从他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 告诉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死将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固陀没在他的脸上 颠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耶稣明知道 上耶路撒冷就是早死 耶稣明明知道 十日假又在耶路撒冷 而他要走向耶路撒冷 就是走向十日假 十日假代表着苦难和死亡 他就是走向苦难 他就是面向死亡 这是耶稣基督 去处理死亡苦难的方法 去面向他 走向他 然后唱着诗歌 走向了耶路撒冷 圣经所 这是非常伟大 一种非常浩然的心境 我要去面对 这是人生不可避免的 我来正是为这时候来 这时候就是丁十日假 就是受死的时候 就是为世人去成负罪责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不要企图去解脱和逃避苦难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相反的是面对他 把苦难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开的 因此我要靠着主 我要依靠神 我要天天仰望神 借着他的死 借着他的复活 去面对死亡 去面对苦难 这样我们人生必然会走过来 常常对自己说 苦本来就是人生需要经过的 我为什么要逃避呢 我如果要生孩子 必须有生产之苦 我没有生产之苦 怎么孩子会出来呢 我的生命如果要荣耀 我必须经过苦难 我要护活 我必须经过死亡 这样的一种心态和理念 是基督教的精神 所告诉我们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姐 所以让我们尝试 从这样的角度 去看我们生命里头 那不可避开的折磨 当然我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把人生的苦难 不断地成为你的焦点 它不是你的焦点 焦点不是在苦难的本身 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一定要常常看耶稣基督 他臣服我的重担 他臣服我的压力 而不是去看压力本身 看苦难本身 你越看越可怕 因为苦难是令人暂尽害怕 而当你把这些东西 当作你人生不可避开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 当你可以昂然接受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产生 一种不必要的失落感 比如说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把孩子当作你人生 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你必须要接受 人生的一个部分 就是有一天你会失去你的孩子 什么时候呢 他结婚了 他离开你 他生孩子了 他没有时间回来看你 而当你可以接受 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和部分的时候 你不把你的人生的焦点 放在孩子的身上 而是放在上帝的身上 你就不会痛苦 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而当我把整个生命 一直看在焦点 看在那失落的本身 看见苦难的本身 你会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失落 所以耶稣基督 他对人生的看法 人生既然要面对苦难 必须经过苦难 我就走向苦难 透过苦难去胜过苦难 最后死亡 然后走向苦 因为他的生命 是战胜的生命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去面对他 第二 复活告诉我们死亡 并非人生最终的结束 他给我们看见死亡之后的盼望 这是基督要信仰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人死无灯灭 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俗哲学 所以今天我要走向的 不是死亡的本身 因为死亡 不是我最后的结束 因为我会走向 那更美好的将来 而世界上人害怕 走向美好的将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美好的将来 一个人如果有美好的将来 他对死亡就没有可畏之处 为什么今天人都怕死呢 因为死亡就有一种无名的恐惧 而他的恐惧的力量 不在于他真名的念口 而是在于他委婉 无法抗计的力量 他如果呼召我 我必须跟着他 我不能挽记他 有一个少女 在这么说 死亡啊死亡 请你离我而弃吧 请你不要向我招手 拜托你 你离我而弃吧 死亡说 你不要害怕 我是轻轻的带你而弃 这种轻轻的力量太可怕 叫你没有办法推卸 没有办法挽记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 因为死亡是人理想的中间 再美好的心愿 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希望达成我的目标 我的人生的伟大 我要做成的事物 都因为死亡而中断了 我更美好的将来 将不会视线 所以今天人为什么害怕死亡 因为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 将来的未必会来到 唯一今天的可以把握 那唯一今天的把握 把握到今天 让明天有人纪念我 可是我今天都没有办法把握 死亡今天就来到 那太可怕了 我再美好的心愿 都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死亡是可怕 死亡使人与所亲爱的人分离 又不知道活着的人会怎么样 我死了 我爸怎么办 我妈怎么办 我死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 你会这么想 你忧虑的不仅是自己 你担心的是活着的人 所以新加坡有一个妇女 当他发现子宫紧癌的时候 他带着两个孩子 从高楼上把两个孩子推下来 然后自己跳舞直上 他的基本的观念就在这里 我死了 这两个孩子怎么办 我的丈夫一定会在一起 那么后母一定灭拜我两个孩子 让他们跟我走 这是一个没有盼望而产生的结果 一个人对将来没有盼望 对自己的孩子没有盼望 对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都没有盼望的时候 死亡是非常恐怖的 相反的 当你能够想到 主与我的孩子同在 主与我的爸和妈同在 我昂然而起 我只能对他说 爸爸 你一定要这么记得 我只是先你而走 我在那里等候你 就像我先到美国去 我到那里等你 我在旧金山等你 我才驾车一同去旅游 记得你一定要来 这才是重要 所以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他对死亡就不会有恐惧 这是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他对将来没有把握 这是可怕的 因为死亡带人进入一个不可知的将来 你无意可以了解的是现在 而历史已经成为过天 所以对将来你没有把握 你不知道 而没有人走过 也没有人死过 活过来又告诉你的话 那将来是怎么样 可是耶稣基督的死亡 不是这样 当他死亡 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在以马雾士的路上遇到了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心中充满着疑惑 失望和忧伤 因为他们不明白 他们所敬仰的耶稣 仅然被冰在十日架上 他们所盼望的救主 今天却死了 这对他们来说太大的刺激了 太大的失望了 可是后来又听说 有人说这个死去的耶稣复活了 人怎么可能复活呢 用我们理性去思想 这是不可能的 人人都会死 死后都不会复活 阿民是人 阿民会死 阿民也不会复活 耶稣是人 耶稣死了也不会互活 这一种的逻辑推理 很自然的产生了疑惑 怎么有可能呢 人死了怎么会互活呢 充满着疑惑 不仅这时候耶稣的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跟他们讲解旧业的圣经 他们心中充满着火热 后来转眼看了 就是耶稣 他们的疑惑就消除了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主 要不然我们的生命将是一个没有把握的将来 耶稣的复活 把这个死亡神秘又可怕的面纱给他拆掉了 让人去勇敢的面对着死亡和将来 而当我们对将来有把握 死亡对我已经不是可怕的话 请问你 如果一个人连死亡都不怕的话 还有什么是可怕的呢 就没有什么可以可怕的 这样的人生就活着很坦然 活着很有把握 很自在 这就是我们不能或切 所以基督教信仰把这种人生的很重要的信息就带给了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人生的最终的终点并不死亡 如果是死亡 人生将是一场的悲剧 你怎么努力 最后死亡把你吞灭 而死亡既然是苦难 是咒诅 是不好的事情 人类的历史是用不好来做结束 咒诅成了称圣之王 这是不可理议的 你看电影 没有看一场电影 你进去看的时候 好人 坏人 杀 杀还杀起 好人 被坏人杀光了 有一个佣人 抱着主人的儿子 骑上马 跑到少林寺 然后呢 25年修炼之后 下山除害 他又遇到了那个大坏人 杀来杀去杀来杀去 来了一个如来神掌 把对方给干掉了 剧中你看 想好了 那一天 对方来一个可怕的黑沙掌 把他给打死了 剧中 你出电影院的时候 哪有这样的电影 好人死光了 所以在你的生命里头 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常理 用康德 Emmanuel康德的话说 人有一种无上至高的 一种的要求 而这种至高无上的 伦理道德的要求 就是善 到最后一定有善报 为什么最后是恶呢 做王呢 这是不肯理议的 在我们生命里头 是不能接受的 我即使今天看不到他受报 我也会说 一天一定有报 只是时辰未到 我们会这么说 所以如果人类最后的结束 是用死亡去吞灭他 这是我们无法接受 相反圣经老早就给我们看见 死亡不是最后成亡的 是复活成亡 是耶稣复活 是耶稣把死亡给打败了 所以死亡并不是可怕 这样的我们的生命 就显然不一样 最后 复活表明神对苦难 死亡咒诅的一种否定 他给人生带来了盼望 盼望给个人活出新生的样式 不再像过去一样 是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的样式 害怕死亡 犯罪 咒诅 苦难 每一天都活在那一种 忧虑 没有前途 没有希望的那种情绪中间 这不是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当他活在耶稣基督的 复活的盼望中间 他对将来总是有希望 我的孩子怎么样 我为他祷告 我相信神可以改变我的孩子 我的家如何破碎 我祷告上帝 你能够使我的家复合 我愿意在你面前改变 不是改变他们 先改变我 因为你是改变我们的主 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坦然的向神 求上帝改变我 如果我不改变 我希望我的孩子改变 我希望爸改变 希望我的太太改变 我这样子改变 这是梦话 这不是基督徒信仰 我们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全世界改变 唯一不必改变的就是我 问题在哪 问题不在那里 问题是在我这里 我不是常用一个比喻吗 你如果驾Protonsaga 后来去撞车 你就换Duyota 又撞车 后来又换Honda 又撞车 后来换BMW 又撞车 后来换Mersley 又撞车 我请问你是车的问题 还是驾车的问题 你一直离婚 一直离婚 一直离婚 你以为是对方的问题 我告诉你是你的问题 你跟孩子不好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左邻右舍也不好 是他们都不好 不是 是我不好 我要改变 不是他们要改变 我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改变我 我告诉你 我的家庭是没有希望 是因为我造成他没有希望 不是主让我的家庭没有希望 是我的前途看不到希望 是我自己把光给灭掉了 因为光来 我拒绝光 所以我让光来光照 我让光来改变 我让耶稣基督来改变 改变我 改变我这个人 我生命被改变 跟我旁边的人 也渐渐的受我的影响 也改变 我的家会改变 如果我每天忧愁苦脸 如果我每天烦烦恼恼 单单心心 患上了忧郁症 我孩子 会把他的孩子交给我 看顾吗 一个忧郁症的老爸 搞不好 把我孩子从窗前 丢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要老是想别人的问题 我孩子对不起我 我爸爸对不起我 我妈妈对不起我 全世界人对不起我 不是 是我 我的问题 所以我到神的面前 我说神啊 我是基督徒 我信靠你 你护活了 你战胜死亡 你战胜苦难 你战胜一切的忧虑 我相信你 我把我自己一切都交给你 我有盼望 我要活出这个盼望 我有希望 我的家可以改变 我生命可以改变 我的生意可以改变 我工作可以改变 我的将来是有希望的 Amen 这样人生就不一样了 亲爱的弟兄姐 护活对我们人生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在奥林匹克运动场的一端 刻着这么的一句话 定善不再获胜 而再参加 人生的重点也不在战场 而在乎要战得好 而不是 也不在乎战胜 而在乎要战得好 我们是在战场 可是呢 不在乎你战胜 而在乎你要战得好 继续打 一定要打 打得稳 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 今天 乐财牧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好多少 好一点点 你只要好一点点 你就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正往正确的方向行 我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 明天比今天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的方向正确 我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你生命就不一样 我们人生就是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 同样的基督徒的人生的重点 不在于他能够逃脱 第一 末了我能够上天堂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告诉你 你要不要把它种种种种 总之你都会上的了 对不对 你说有一天我上天堂 你不必说也会上的 因为你信耶稣了 你不必去反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要把它当作 你人生的重点 这不是你人生重点 人生重点是怎么样活出 我今生今世 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 我要将耶稣的复活的生命 展现在我的家 展现在我的灵舍中间 这样一来 就截然不同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跟我的生命息息相关 也跟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 他参与了人类开创新的历史 基督徒必须参与历史的创新 然而我们必须 必然经历死亡的威胁 正如神在十度假上的痛苦和残死 参与人类对种种苦难和罪恶的抗议 复活又给予我们能战胜苦难和罪恶的希望 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神 你看耶稣死亡不是结束 因为复活 抗议十度假的死亡是不应该赢的 把他打死 让耶稣复活了 所以苦难不是人生的全部 他应该来了一个宗旨 耶稣基督复活了 战胜了苦难 战胜了咒诅 战胜了死亡 让这些战胜了 我今天就不一样了 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过程 告诉我们 死亡苦难和罪恶 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 而是我们经过了以后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去战胜他 而这个战胜 把他转化成我的生命 让我在家中 死亡的能力不能捆绑我们 我必须让我的家的生命被神改变 这样一来 我们的生命就纯然不一样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 所以因此在这个世界 人就有哭泣和悲哀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因耶稣的复活 所带来的应血和希望 参与反抗现世的罪恶 死亡苦难和纷争 我们要继续的奋斗 继续的斗争下去 让我们因着这种信仰 参与实现充满爱 正义与和平 未来的努力 这是我们必须做 如果我们以为信仰耶稣基督 感谢耶稣 你复活了 我将来也会复活 我很开心 哈利路亚 然后我唱了声 然后出去了 他说 不是的 我今天出去以后 我看见我的家人有苦难 我要帮他 我看见我的左灵右色有苦难 我要服他 我要到医院 探望那些需要的 我要透过小主去关心我的主言 让他的生命得到祝福 我要做 我要改变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耶稣基督的护活 给我看见将来一定是美好的 我并不是说那是轻松的事 不是的 神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 名叫做Brigh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 当年他生在德国的土地上 纳粹政权开始蓬托起来 当纳粹政权压制着基督教 压制着整个德国人民 也威胁了整个世界 潘霍华就在那个时代出生了 而那个年轻人 他站起来说话 因为纳粹政权 发出一条命令 基督教不能开门 给犹太人进来做礼拜 有一些基督教堂 当人进来的时候 你是犹太人 拜托你 你不可以进来 哦 你是犹太人 政府规定 你不能进来做礼拜 就把这些犹太人 个绝在教堂之外 就在这时刻 潘霍华第一个人说话了 凡事不接纳犹太人 做礼拜的教会 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他遇到的冲击有多大 这一些抗拒犹太人 进入基督教的教会的领袖 讨厌他 责骂他 可是他却把他们的良心 揭开 让他们看见 你们违背圣经的原则 上帝爱世人 包括犹太人 他上了电台 抨击当时的希特勒 说他是金式的魔君 将会给人类带来 极大的怯难 就在那时刻 电台被中断了 从此以后他要过逃难的日子 希特勒要抓他 而历史告诉我们最后他被抓了 而被上了脚台 被杀了 享年45岁 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潘霍华 从此以示隔绝 可是他却留下了一个非常雄壮悲弃的历史 让我们今天去想 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 它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信仰 绝对不是一个说说教的道理 它乃是我生命 改变我 改变我的家 改变我的社会 改变这个世界 世界更美好的将来 不那回事 最近比利时 因作ISIS这些恐怖分子 杀了31个人 还有几十个人今天还在医院 有一些还在危险状况中 可是有一个爸爸妈妈 却对孩子说 孩子 你要用爱去原谅他们 因为只有爱可以医治这些伤害 这些话只有基督教会说的 我告诉你 基督教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在他们的生命里 给他们看见了盼望 死亡并不是我们最后 人生的威胁的终点 而是死亡之后还有将来 因此我要对得起我将来的神 而今天这位复活的主 把他的爱贯注在我生命里头 我要在这世界去活出他 去显明他 我要继续的动作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 绝非叫我们弃绝自己的家 社会和这个大地 而是因作盼望 奋力的去救护这个世界 救护这个大地 即使ISIS在恐怖的时候 我还是要爱这个世界 我还是要好好的挽回 我们甚至为了ISIS 这些人祷告 求神可怜 保罗了解像罪恶死亡 力量斗争是一个艰难取责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经文 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些什么 他说改变改变 因为耶稣复活来改变 最后说什么呢 不要兼顾不可摇动 为什么 因为你们走着这条人生的路 互活的真理 对我们的计划 让我们的生命要活现它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兼顾不可摇动 不要因为他们的反对 世人的反对 和压力 你放弃了基督这份的信仰 和你对世界改变的坚持 你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正如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 但是一定不能放弃无限的希望 我们在世界上 真的是有限的失望 常常会发生 不过你要告诉自己 这是有限的 我人生的失望是有限的 我要接受 可是你不可以放弃 那无限的希望 海明威这个作者 写了一本书 叫做《老人遗海》 我不要说他的内容 我只是简单的说 这老人在海上一只捕鱼 抓着那一只大鱼 一路拉一路拉 当然最后拉上来 只是骨头一堆 可是这老人却说了一句 很令人感动的话 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制造 你再听多一次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你可以杀掉我 但是我不会 应酬你 我放弃了我自己 我还是坚持 我不会被制造 耶稣基督护活 圣经称他为出熟的果子 他已经熟了 如果知道熟了 果子熟了 我童年的时候 第一个榴莲掉了 我告诉你 是我最兴奋的开始 因为我知道第二颗 第三颗会跟着掉 我就坐在旁边 一直等榴莲掉 出熟的果子 耶稣已经是我们出熟的果子 他复活了 我们将要复活 英国浪漫 主义诗人写来 Shirley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若冬天已经来到 春天还会遥远呢 冬天已至 春天还会遥远呢 我们的盼望 我们感恩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 我默默地祈祷 我们对神说 上帝 我感谢你 因为复活的信仰 对我而言 不是空洞 不是抽象 是真实的 他给我的希望 给我的盼望 永恒的盼望 世界上有限的失望 我要接受 有限的苦难 我要面对 有限的死亡 我要经过 我不再害怕 因为主迷于我同 你已经战胜了失望 战胜了艰难 战胜了苦难 战胜了死亡 你给我看见 是永生的盼望 我感谢你 我愿意到你的根前 我把我的重担 谢给你 我常常把人生的重担 成为我人生的焦点 这是错误的 主啊 今后 你是我的焦点 我要把你 看着我生命的一切 向主仰望 把一些烦恼 把一些重担 谢给耶稣 专心的 Focus on Jesus 向主仰望 每一个人默默向神拜祂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大家低头的时候 我只能说 人生有苦难 可是在基督里面 有平安 你愿意来到神的根前 把你的苦难 把你的患难 把你心中的挣扎 一切的仇恨 都交给耶稣吗 让你的 一切的罪恶 一切的暖弱 我们一切的失望 都与祂同钉石的脚 好让我们 与祂同复活 领受新生的生命 我们中间 有哪一位弟兄姐妹 你对主说 主啊 我过去 一直活在 烦恼 痛苦 忧郁之中 我要把这些的 烦恼 痛苦 忧郁 都交给你 不要成为 我人生的焦点 你说主啊 我要学识 复活的主 我仰望你 有这样的基督徒 我想为你 做一个祝福祷告 在复活节的时候 让复活的大能 临到你的生命 临到你的家 有这样的人 我请你轻轻举个手 有没有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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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感谢主 人生有苦难 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感谢神 神帮助你 神给你力量 还有嘛 你有患难嘛 你有苦难嘛 你有失望嘛 你有焦虑嘛 你有忧郁嘛 你有暖弱嘛 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嘛 有仇恨嘛 今天赐给耶稣 你说祝我愿意 感谢主 感谢神 感谢神 交给耶稣 感谢主 第二个问题 我请问 我们中间哪一位新朋友 无论是来一次的 来很多次的 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 或者你是来自基督教家庭的 你还没有领受到复活的大能的生命 你说主啊 我要重生啊 我要得到新的生命 我人生要有希望 让永恒的盼望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里面 有这样的人 我请你轻轻的把手举一举 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阁楼上面有没有 感谢主 楼下还有感谢神 感谢神 还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还有哪一位 感谢主 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主要改变你 主要赐福给你 我请 我们第一次接受主 或者你已经来很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生命里头过去一直失望 一直没有领受到这复活的生命和福音 你今天说主我要经历你 我要得着你 我只要求你 从你的座位上轻轻的站起来 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刚才举手 好不好 请你站起来 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你不必走到前面来 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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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还有 感谢主 来 可以到神的跟前 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楼上的也是 隔楼的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来做一个祈祷 我请你们站立的这些的朋友们 请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 你说主啊 我愿意 难道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你借着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死在十日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我相信你 你是复活的主 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进到我里面 改变我 使我重生 使我拥有复活的生命 人生充满着希望 主你垂听我的祷告 你私恩给我 你赐福我 改变我 你改变我的家 改变我的一生 改变我身边的人 你垂听我的祈祷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天父 你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为着今天来到你跟前 举手向你仰望的弟兄姐妹祈祷 他们心中有软弱 有失望 有痛苦 甚至人生里头有患难 有不明白的经历 使到他们 十分十分的痛苦 就在此时刻 当他们来到你跟前 向你仰望和祈祷的时候 求你释放他们 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盼望 释放一切 这种的忧郁 这种的不安 让他的生命死越起来 欢乐起来 轻松起来 去面对人生 上帝与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们同在 我们为着今天 来到你跟前 向你举手 向你仰望 向你祷告 向你呼求 来接受你进入他们生命的弟兄姐妹朋友祷告 主啊 你这时候不仅进入他们的生命 你改变他们 给他们拥有活生命的大能 使他们的生命充满着 洋溢着 欢乐 不再去忧郁 人生短暂 能够把握时光 来服侍你 祝你垂天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这群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同在 让今天开始 让我们心中充满着渴望 继续来寻求你 我们如此祷告 仰望上帝 神给我们每一位 今天来崇拜 向你仰望 心中向你默默祈祷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